大家好 我是學長 上一輪跟大家聊了濾泡系統和浸泡系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回去認真的去看一下 你的器材是哪一個系統 好 那我們今天要再加入另外一個知識 就是咖啡器材的加熱系統 加熱系統可以分為三大類 第一種是降溫系統 第二種是定溫系統 第三種是升溫系統 讓我們一一來為大家介紹 首先呢 我們先來跟大家聊聊最常見的降溫系統 絕大多數使用熱水 但是它沒有額外熱源的器材呢 通常都是降溫系統 例如說手沖啊 法式日壓壺 愛樂壓 這些都算是降溫系統 那我們在沖煮的過程之中呢 你溫度會逐步往下降 因此前半段的萃取率通常會比較高 你沖到後半段的萃取率會比較低 比較容易造成後半段萃取不足的現象 這就稱之為降溫系統 那第二種呢 是定溫系統 通常定溫系統呢 就必須要有額外的熱源 例如說瓦斯爐 防風爐 熱水鍋爐等等 而且在提供熱源的時候呢 它可能是隔著一個器材 或者是它的沖煮時間很短暫 所以它不會有溫度 升溫太高的問題 例如說 紅溪壺 液式機 都算是定溫系統 它的萃取率剛開始和結束呢 的溫度都一樣高的關係嘛 所以都比較高 因此要特別注意尾段呢 會有過萃的問題 最後呢 是升溫系統 當然 升溫系統也是需要有熱源的 而且它通常是直接對你的水進行加熱 比較典型的呢 有土耳其壺 摩卡壺 越煮到後面呢 它的溫度越高 萃取率會大幅增加 因此呢 通常最後萃取的時間一定要縮短 否則呢 升溫系統主要特徵就很容易有苦澀味 好 了解了以上三種加熱系統以後呢 你就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你使用的器材採用的是哪一種 如果是降溫 你就要控制好你微段的萃取 讓它盡量補足一點 如果是定溫或是升溫系統的話 就要小心尾韻過萃的問題 好 以上就是學長對於加熱系統的簡單解釋 各位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你使用的器材是屬於什麼樣的系列 並且去對照這個系統呢 容易發生的狀況並且加以調整 你的風味呢 就可以更精準 那 今天的內容就到此為止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的話 歡迎你分享或是訂閱學長的頻道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學長就會回覆你囉 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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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